我是养猪人吴哥 最近有粉丝咨询说 吴哥我家一共养了三头母牛 为什么这母牛都在拆毒六个多月的时候就掉头 现在有对养猪失去的信心 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牛怎么这么难养 我回复他说抓紧找兽医验一下的 看看是不是不病了 现在可以说这个牛得不病的病不多见 但一旦得上了这种病 那它对咱们养殖户来说 那将是致命的打击 母牛得上不病以后 我在怀孕六五多月的时候就会掉头了 而且伴随于产后胎疑不下 同时这种病也是人畜共患的病 人有的这种病就是反复的发生了 而且牛会是没劲 不太好治愈 所以说凡是到咱家来购牛的朋友 我都会提醒检测一下这个步病 最后这个头两天这个来的几个客户 一共选了这个六头怀孕牛 牛选好了之后 我准备第二天种车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提醒他们检测一下步病 同时再找兽医摸一下毒 这部客户也同意了 所以就马上通知这个兽医 来做这个步病检测 并且摸他验读 可是这个万万没想到是 在这个第一家牢里头 他那儿就出现了岔头 以前的客户来选牛 做这个步病检测也是经常的事 但是从没发现有这个牛得着步病 可是今天这个牢里头一听说要检测步病 当时就来劲了 说啥也不想检测 说这个牛不卖了 卖的太便宜了不卖了 说这个要把定金给返回来 说实在的当时我也有点懵门 因为啥呢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哪有这个卖牛的不想检测的 但转念一想 为啥这两头牛买当时买的这么便宜 正常这两头牛都得是 三万四五的牛 但是呢 头天晚上花了三万一就把这牛买下来的 这么一想呢 这牛十有八九是真有毛病的 可是这几个满牛的就是想不通 非要给人检测一下 看是否真有病 如果不要检测 那就是管一要一千万元 因为我也是头一回经历的事啊 为了不使这个矛盾激化啊 我只能是劝这个满牛的 因为啥呢 这牛不要检测 肯定是指定有不病 卖牛的也不容易啊 如果说咱把这层窗屋子给捅破了 他家这一卷二三十头牛啊 那可就没法卖了 咱也不能把这个事做绝了 这一卷牛也得好几十万呢 有可能他也是受害者啊 所以说咱们俩别让人给坑了就得了 另外当时买牛的时候 咱也输了 如果说有毛病 就把低牛也返回来 咱们就是别为难他 有钱呢 咱们到哪都能买到牛 后来客户了 始终有时认为啊 是牛买得便宜 不可 不买的话太可惜了 其实牛返回来想一想 这些牛饭呢 又有哪一个是傻的 他会把这牛赔钱卖给你 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 最后啊 在我的在餐劝储下 搜了那个五百块钱定金 之后我们继续 给那个剩下的那几头牛做这个步验检测 加上这个人工验台 站六个月了 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叔叔